其實我個人喜歡是菲林多些 講起電影菲林的專家 今天我們找到這位館長 大家好我是Colvin 我見現在香港很多的戲院 都只有一部放映機 這裡有兩部放映機有什麼用途 其實我們一部電影 就是分開很多菲林 在放映期間 是沿著一卷就會去另一卷 為了減少換菲林的時間 我們通常會放單數的卷在其中一部機 另一部機就是放雙數的卷 我們稱為AB機 放完A機之後 B機就會自動放第二卷接觸感來放 這樣是一個最安全的方法 你講的其實 預先駁成一卷很大卷 然後菲林頭就放在唯一的放映機 放到尾 這個過程其實不太好 因為剪了頭和尾 那些我們叫做Leader 保護片 檔案級 保存級的電影 我們是不容許的 所以我們是用量機的方法 來放映這麼安全 其實是菲林修復來講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藏品 不過同樣重要就是我們的人才 懂得處理菲林的師傅 就真的買少見少了 每次檢查菲林的時候 都是要每一格每一格去檢查我們的菲林 其實少點耐性和少點毅力 都不可能令到工作做得好 加上菲林的手藝其實很靠我們 我們是師徒制這樣去承傳的 所以其實我們要保存菲林好 一定要我們有好的人手 好的同事去一起協作才可以 保存菲林和保存其他的傳統文物 是沒有兩樣的 令到它可以延續到將來的 細細代代都可以傳取的